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大家介绍一下保瓶器 大家注意一下保瓶器 其实保瓶器很简单 只是一个吐器 一个吸器 那么一个住气 然后再吐气 修保瓶器法 就是先吐出身体里面的晦气 把你身体误会的气 先吐掉三口 然后吸进一口清净的气 吸进来 那么把这个气降到丹田的地方 降到丹田的地方 然后闭住呼吸 闭住了 不呼吸 那么差不多要闭多久呢 是每个人体质不同 闭到你不能闭的时候 然后再把这一口气吐出去 再吐出去 这个就是保瓶器 那么能够把这一股气存在你身体里面越久就越好 越久就越好 气记得一定要到丹田 在记下 这地方 那么要先吐晦气 再吸一个清净的气进来 闭住气 然后要把这一股气跟你的身体啊 都关成一个保瓶 一个保瓶的样子 所谓才叫做保瓶器嘛 这其中有一个要节 这个气也不能从底下露出去啊 露出去就变成这个 这个晃辟成风了 要稍微 缩一下子 缩一下子 就是把气提起来 下气往上提 上气往下降 集中在丹田的地方 这个就是保瓶器 很简单 那么这里三个口诀 一个入注容 入 气进来 注在你身体里面 溶解 把它溶解 其实你说吐气啊 是最后最差的才要吐气 真正的保瓶器啊 是把这一股气啊 赶进中脉里面 把气在丹田的地方 然后利用身体的摇摆 让它进入中脉 通中脉 要散的时候啊 把这一股气啊 往身体各部分的毛细孔散掉 最后的这一股气实在憋不住了 才从你的鼻孔啊 或者嘴里面给它喷出去 喷出去 因为那时候已经憋不住了 所以一定要用碰的 我冲出去 这样子 吸进来 就是入 在里面就是注 那么再容 再吐 这几个要解 保瓶器你修成了 你能够这个闭气 两分钟 算是成功 修到能够闭气 两分钟 算是成功 你这个时候 你要练 提这一股气 用你的意念啊 你来提这一股气 很多作用的 你将来可以提名点 可以降名点 可以辞 可以善名点 都是在这里 你能够应用这一股气啊 修炼的话 就是真正的轰移架 那么这一股气啊 也可以致病的 也可以致病的 你身上有这一股气 你身上有这一股气的话 你身体经常运转 经常在你的身体里面走动 充满走动 不容易有病的 不容易有病的 不但你自己不容易有病 你可以周天循环 会产生四个东西出来 一个是声音 你发出的声音啊 是你的气功 发出来的气 你身体会产生光 由这一股气啊 你修成光 你的神采辉扬 你不会看起来像一个饶病鬼 你神采辉扬啊 你脸色非常的好 你身上有光 有无形的光气啊 从你的毛细孔产生出来 你身上有磁性 你有人电啊 有气啊 修成人电 这一股人电啊 你身可以帮人家治病 你身体有气嘛 你这一股气可以帮助别人啊 可以补人家的气啊 你的气很充足啊 那你身体产生的这种磁力啊 非常的强 那现在有 有很多这个医学研究到磁啊 睡觉的时候睡磁床啊 戴个磁的手环啊 身体穿磁衣服啊 戴个这个念珠有磁性啊 调整你身体的磁 其实你念九节佛风念饱瓶器啊 你身体的磁力就很强啊 可以帮助人 那些病不好的到你身上啊 到你旁边啊 你就给他加持的话 他的病呢 他的磁力就增长 他身上变成会有电的 你自己就是电 你的身体就是电源 啊这个声光啊啊 这个电啊 通通都有了 你身体会变成很有力量的 声音啊 来自于气 气又化为你身体的这个光 你的气色就不同 再来呢 你自己本身啊 所发出来的这一个 这个人电啊 身体的这个 这个人电啊 你可以又去帮助人 啊最后呢 还有呢 这个气啊 还可以跟神合一的 气跟神 跟你的生命严肃合一的 你就可以修成这个仙啊 修成仙啊 在虽然是在人世间一样啊 但是你等于是神仙的境界 这个密教里面讲啊 这个密教里面讲啊 就是轰仪家 啊 轰仪家可以修到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你身体的气在走 啊 在哪里走 在哪里走 你这里有病 这里酸痛 表示这里的气脉不通 你把这个 这一股气啊 运过来 在这里多佐几下 多循环几下 它就通 前身的气啊 都可以通 所以真正的师父啊 这个有时候啊 坐在法座上啊 身体摇一摇 诶 他是在练气 吸口气啊 下降 上升 这个旋转 啊 发功 都可以的 很如意的 那你修行到有成就的时候 你都可以做得到 啊 记得 一定要恒心 有恒心的系修这个 啊 九节佛风 跟保平气法 记得保平气的口节 入 住 融 吐 好 今天讲到这里 Om Ma Ni Be Mi Ho 吧 能不能 于